各位同学,那么我们这一节开始我们新一章的学习 在上一章的学习的课程中,我们重点讲解了这个数字和制度券 Python还有其他的几种基本数据类型 好,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学习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我们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一个实质的问题 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总是会存在一组一组的事物 也就是说事物它不是单个的,而是层主出现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俄罗斯方块的各个的图案或者是图形 都是由这样的一个若干个小的方格所组成的 比如说这个竖条对不对 它就是由一组四个小方格所组成的这样一个长条 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这里就更加明显了对不对 这六种是俄罗斯方块里面经常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图案 每一个图案都是由若干个这样的一个小方格所组成的 所以说若干个小方格就是免数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主的概念 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在很多的RPG或者是MOBA游戏中 技能都是层主出现 它不会是只有一个技能 比如说我从LOR里面结了一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角色 它就是有一组技能 这里有KW4个主技能 另外再加上DF两个召唤师技能 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说这个LOR里面玩这个英雄的话 它始终只能放一个KW技能 那么大家觉得这个游戏好玩吗 至少我觉得不怎么好玩 好,所以说 还是我所说的这样一个观点 这个主的概念 作为基本数学类型的一种 它也是来源于我们的去解决现实 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而产生的 它需要 有主这样的一个数据类型 来丰富 我们的这个基本数据类型 好,然后最后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例子 那么最后一个世界杯总决赛的 这样的一个小组分组情况 它也是一个 主的概念 但是这个主的概念 有一点点的特殊 好,那么我们把这个放到后面 我们再来讲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在Pathom里面 如何来表示主的概念 好,那么我们还是回到我们 Pathom的IDL1里来 我们还是用实际的代码 来向大家讲解如何在Pathom中表示主的概念 好,那么要学习主 我们就首先要对主 要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 在Pathom中 表示主的方式有很多种 并不是只有一种 这个观点大家一定要把它牢记 那么我们这节课首先来介绍 Pathom表示主的第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或者是说 这种基本类型叫做列表 好,那么让我们首先直观的来看一下 Pathom中如何来定义一个列表 比如说我现在要用一个列表 表示数字123456 那么我们怎么定义呢 定义一个列表的基本方式 还是用这样一个中国号 然后中国号里面 有若干个这样的一个数字 比如说我们的第123456 那么就是123456 6个元素 它们之间用逗号分割 这个就是一个列表 好,定义完成之后 我们还是可以用我们熟悉的这样一个谈 这个方法来看一下 它到底是不是列表类型 好,我们运行了之后 回测一下看一下 Type告诉我们它是一个list的类型 列表 好,认识到了这个列表的第一了之后呢 我们来说一个列表重要的特性 这种特性呢 也是很多动态元所共有的一个特性 对于一个列表 它内部的这个元素的类型 并不是只能是某一种固定的类型 比如说呢,它并不是只能加入数字 它呢,还可以加入其他各种各样的类型 比如说呢,可以是字符券 甚至呢,是字符券和数字的一个混合 好,比如说我们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式例 我们可以再用Type看一下 我们或者看一下 还是一个list的对不对 我们还可以举例 它还可以加入我们之前说的这样的一些固扰类型 这都是没问题的 这个重要的特点 希望大家一定要认识到 为什么特别说明这个 这个呢是因为呢 很多同学呢可能会有一些java或者csharp的基础 那么在这样的一些语言里面呢 如果呢 定义了某种类型的这样的一个类表的话 它内部的元素呢只能是这种类型 它不能像我们Python这样的 可以加入任意的类型 甚至我们可以让一个列表的内部元素 也是列表 我们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列表的内部呢 又有三个列表 第一个列表 我们呢 给它两个元素 一和二 第二个列表呢 给它三和四 第三个列表呢 我们呢可以换一种类型 我们换一个force 好 这个列表成立吗 它依然是成立的啊 我们可以用type再看一下 好 类型是什么 依然是list 好 有过编程金属的同学呢 可能第一反应就会想到 这个是什么 这个在其他语言里面呢 叫做这个二维数 没有学过其他的语言的同学呢 就不用关注这个概念了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 就是说呢列表里面呢 还可以再嵌套列表 Python呢是非常灵活的 可以让你任意自由的组合 好 关于列表的特性啊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这里呢要强调一点 这里呢是举了三种类型的一个混合定义列表 有字幕创有数字有户尔类型的 但是呢绝对不仅仅只是局限于这三种 还可以在里面加入任意的其他的类型 好那么在Python中 更多的时候啊 我们称这样的一种形式啊列表中 嵌套列表的这样的一个表示方式呢 叫做嵌套列表 怎么叫它都可以啊 你叫它二维数数 其实呢我觉得也可以 但是呢在Python中呢叫嵌套列表 好那么各位同学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就先讲到这里 这节课呢我们初步的先认识一下列表 好朋友们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